Hello 今天我要做一期比较特别的东西 因为我来到中国啦 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来到中国过后就很多人问我 蛤? 为什么你汉语这么好的? 很多你们中国人或者外国人 就真的不是很了解我们马来西亚 还有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我在这段影片就会给你们介绍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还有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独特的汉语口音 所以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是怎么样了啦 我应该是来第四代华人吧 等一下给我看一下 我的爸爸妈妈是马来西亚人 我的公公婆婆婆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我公公婆婆婆的爸爸妈妈应该是中国人 应该 所以我可以说是第四代还是 对应该是几世代 我不要说错话 但是大概就这样子吧 总之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肯定是从中国下来的 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有三种 不同种族 第一种是马来人 第二种是华人 第三种是印度人 马来人占比最多的 然后其实是华人 其实是印度人 可能是很多不认识马来西亚的中国人 或者外国人都会说我们是马来人 也能理解啦 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 所以你们会叫我马来人 但是我们听到马来人就会比较奇怪 因为马来人是一种race 然后我们不是马来人 我们是马来西亚华人 然后很多人 就是很多中国人就听到我的华语 很多身边的朋友啊 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诶 怎么你的中文那么好 对 我的同意回答就是 嗯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 从小就从一出生出来 就是说华语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啦 所以我现在就要讲 关于我们的马来西亚华语口音 其实我们的马来西亚华语是非常的特别的 无意间的穿插各种各样的语言 我们会参国语 我们国语是马来文 英语 然后我们会参闽南语 我们会参广东话 我们也会参 福建话 然后我们也会参 什么鬼都有啦 其实我们真的是参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进来我们的日常说话的华语中 这个是我每次都会FLAX的东西 我会说华语 英语 马来语 敏南 或者福建 还有一个是粤语 我会说五种语言 OK 一个来说是三种 然后别人就 哇 也很厉害 其实我讲敏南话 是不好 但是我FLAX的时候我都是FLAX 我会说五种语言 OK 我现在跟你们宣一下我的语言天赋 我觉得我英文是很好啦 我YAS是KALBAX 我的马来语言是 我的写很好 我的听也很好 但是我的说不是很好 嗨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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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福建 其实我这里我是讲福建 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说 我们是说福建话 但是我跟我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讲我福建话里面有很多闽南话 我说福建话 欸 我说福建 不行 吃饭吗 我听很厉害 但是说不好 因为我也没有说 但是我爸爸妈妈是说福建的 我跟爸爸妈妈讲话都是用华语 我要想一个字 我要想很久 但是我会想到的 可能我两分钟过后就 哦 我懂这个字了 那只能懂吗 广东话的话 为什么我会说广东话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我觉得很多华人都会看TVB吧 我是其中一个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看 所以我也是看到他看的时候 我就哦 而且TVB是真的很好看 我是看TVB长大的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机会说广东话 但是我听的话 我肯定是会听 我个名海 雷艳森 我好终于 特殊 OK 我们马来西亚 华语 就是普通话是怎样的 就是平时这样子咯 就是跟你们讲话这样子 OK 我们会讲很多的那种 OK 我们会讲很多那种 我们会讲很多的啦 我们会讲很多 诶 我们去吃饭啦 要不要去吃饭 就听起来非常亲切 结果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 哇 我听马来西亚的口音哦 就是你在前面台上跟我讲话 或者你的样子啊 我都会分辨得出 我都会感觉到 你是马来西亚人 就真的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 而且那个华语的那个口音啊 是真的很明显的 虽然你们讲很像广西的口音 但是我真的是听得出来 你真的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啦 其实有一个fun fact 就是如果我们要说很标准的汉语的话 我们还是做到了 我觉得 尤其是那种演讲啊 或者辩论的啦 你可以听他们讲话 是真的非常的标准 而且我小学的时候 我有参加过诗歌朗诵 如果你要我说来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 大家早上好 OK 我要看我的书里面 我写了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最特别的东西就是 瓦劳 瓦劳我觉得是 马来西亚自己创出来啊 不懂怎样创出来 但是就是有一个字 瓦劳欸 瓦劳就是一个很像 这样子哦 瓦劳欸 错 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方言 在我们的粗话里面 但是我们最 一个伤害力最小的粗话 就是瓦劳 其实瓦劳也不算一个粗话啦 就是一个 表示 无奈 马来西亚人讲话就是非常的随便的 而且我们很多的第一声的字 会变成第四声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吧 就是 吃 去饭 我们去去饭 我们会说 吃饭 我们去吃饭 然后第三个东西就是 聊 但是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看到原来 我觉得那时候很奇怪 是读了 还是读了 而且 那时候我应该是小学吧 我就很疑惑 但是如果要 正统的讲话的话 我们会是说了的啦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讲话 说话 就真的是很随便的 就感觉到 我们被称的 随便 可以感觉到我们是那种 放荡 没有啦 没有这样夸张啊 就是 我不懂啦 给你们感觉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们要一听 就分辨出来 到底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你就听有没有聊 就听有没有 全部都是第四声 就是一下子 啊 像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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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脾气暴躁的话 我们可能会来 我拉哦 啊哦 我忘了 我们还有座吗 可能有些中国人会 有点差异 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母语是华语 我们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是马来语 大部分华语的母语是中文 我们一直很保留我们的传统 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的传统真是 我觉得啦 而且我也听过 我的中国老师说 我们的华人 把中国带来的那些习俗 都保留到很好 比如说新年啊 中秋节啊 端午节啊 清明节 什么都有 就全部那些festival一定有 我大部分的节日都有庆祝啊 因为我们庆祝的方式就是吃东西 然后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我是到教的 虽然我不算很虔诚啊 一直会去天后光拜拜 尤其是新年的时候 就很喜欢那个新年的氛围啊 然后有很多的memories在那边 而且我们有五十 就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五十 其实马来西亚里面的华人 真的是很努力在捍卫 就是华教还有华社这个东西 真的可以感受到啦 因为我们小学也是很多那种PIPG啊 就是毕业过后的成功人士 都肯定会来资助这些小学 这些中学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是真的很多华小 还有华校 尤其华小比较多吧 就中学的 中学的就是读中 对 我这里本身我没有上读中 但是我上的是 就是特别例行的学校 但是我中学里面 90%都是华人 所以我们那边也是说中文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就给你们科普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特场 其实在中国遇到的很多人 都是真的很好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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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